我大概把我的叙述先跟各位讲一下 我大概有写两种 所以下面还有另外一种 所以叙述的方法 反正写程式是这样 最好是能够你把这些语法 能够融入到你的 算是口语 类似口语的这种叙述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以后想得到的 你就可以很快把它写成程式 去解决你眼前的这个问题 当然工作里面很多时候 其实在办公室 我比较接触到是像一些办公室 他们大部分都是要自动化 自动化就是说他现在要做一个报表 报表内容大概是什么 资料在哪里 然后他怎么很快的可以不需要人工 以前都是图法类似 现在就是直接data在哪里 data倒过来之后自动产生一个报表 输出 而且报表现在需求是视觉化报表 最好连图都画 所以他一整天的话 他如果很多资料 很多的报表要做的话 其实 其实基本上这些都不用人工了 之后其实都是用程式解决就好了 所以那些人基本上 要不他就提升起来 去做那个背后用程式写报表的那些人 要不就是怎么样 要不他就可能失业了 OK所以以后我发现现在职场上很多人 其实以前工作里面根本不需要写到程式的 可是他们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也要来写程式 遇到最多的目前在台湾是金融业 金融业像以前的分析师大概只有冻嘴巴而已 叫人要来做可是现在分析师已经没有那么好好做了 那变成说他要能够自己像写网路 就是像Python的网路爬虫好了 他要能够爬 而且不是只能够爬单几个网页 他能够爬全世界的股市资料 或全世界的期货资料 全世界的汇率资料 那如果以前用人工来做 天哪他请几个助理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他就不用请助理了 一个人就全部包办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金融业的分析师有两极化发展 要不就是说他可能要赶快被迫退休 不然就是被迫离职 要不然的话就是热门倒不行 因为他能够结合像Python这样的程式 而且这种趋势非常明显 很多从以前我教过学生 就很急着他赶快学会这个技能 这个专业 否则的话可能面临到他的工作 是不是能够继续的问题 那其实里面非常简单 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把你所看到的 一些相关的程式的逻辑 马上转变成 这个程式语言能够被执行的 这相关逻辑 比如说像以这个题目来看 第一个我们也许就分几个步骤 刚刚讲过前面两个是产生乱数 乱数的话我的习惯是用Random Range 不过其实在Random里面除了Random Range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自己查一下 那当然比如说像Random Int 它也可以产生1到20的数字 不过写法就不一样 如果你用Random Int的话 那你这边就1这边就20 可能写法不太一样 那我因为我自己习惯是用Random Range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让那个使用者输入一些东西 所以前面我们讲过用Input 请在1到2之间拆一个数字 然后前面因为要转型 所以加一个Rnt 丢给这个G 这个G的话 我的意思就是使用者输入的一个数字 那我输入之后的话 当然接到 接到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就要判断 那判断当然没有次数的限制 所以我在后面就一个File File G指的是使用者拆的 跟Random的词 如果不相等的话 OK 其实等于相等就跳离了 所以特别注意 它这个后面 这个逻辑判断 就类似一个开关 如果为True的时候 那我就进到这个回圈里面 如果为Force 那就跳离了 那所以如果跳离的话很简单 如果这个假设是Force 表示是它猜对了 那它猜对的话很简单 就在同一阶 Printer恭喜答对了 就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说Force 如果是True的话 表示说它里面 这个两个数字是不等于 不等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提示它一下 如果它是对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所以这边有个 如果当然你可以先什么 先判断 如果那个它猜的值 是比那个乱数还要更小的话 那很简单 我要做什么 如果它这个值比较小 那当然我就要怎么样 再告诉它说 你这个值太低了 对不对 高一点 不过这个叙述 你自己在 可以自己在调整 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叙述 然后底下的话 就是再怎么样 再把这个 这个Input怎么样 因为还要再让它继续输入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 这一行复制贴到底下就可以了 贴到 所以这一行跟这一行一模一样 OK 不过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写 因为这边变重复 那如果说让它直接再输入一次 OK 那反之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 L 不是大 那就是小 另外一个逻辑 就是不就是比它小 不就是比它大 所以L一辅 那我们就另外一个逻辑 太高了 那再输入一次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怎么样 像我刚刚是这样写 我是把上面这一行 其实这几行把它复制下来 Ctrl 已经按住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加一个EL 然后呢 这边就改一下 太低改成太高 低一点这样子 然后这个方向 把它本来是小于的把它改大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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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看一下应该没有 bug 我不知道 拆个10 太低了 太低的话那就 再高一点 15 还是太低 18 太高 太高了 会不会是16 17 所以它这个里面没有作假 真的 那应该就是正确的 所以应该可以看懂我那个逻辑 其实说在城市没有几行 而且这个城市 真的可以马上写 就是说你想得到的你就写得出来 如果你以后 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话 说真的以后写成是一种愉快的经验 所以我的工作有时候就是 你告诉我什么 马上写给你 不过前提是可能就会有个费用的问题 你就开个价钱 也许短短没有多少时间 就可以有很丰厚的收入 入账 对不对 可不可以 真的可以 而且很多人还希望我能够帮忙 但是我现在通常都已经跟他讲说 不想花那个时间 因为太辛苦 不是太辛苦 我觉得可能也许还有其他事情更重要 OK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像我不太喜欢把时间排得非常满 所以尽量像来这边上课也是一样 尽量是大概中间避开塞车时间 不然有时候出门一塞车就觉得心情不好 对可以有悠哉的然后来这边上完 上完课我们上到四点 你刚好比人家还没下班 赶快再回去 这样的话中间也不会遇到塞车 心情也会比较愉快 也就是未来如果你的专业技能能够达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形态 而不是说你要驱救说老板叫你干嘛就干嘛 不过你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也许你刚入行的时候 你还是非得要驱救 因为你还是会有眼前现实的问题要考量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我刚刚写的 不过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写 其实我在云端放的是另外一种写法 因为我以前的写法是这样子 其实一般习惯是这样 我有点套公式 直接就是给他打一个坏有E帽 你想坏有E帽 老师你没讲过这东西 E怎么会是E呢 为什么不是2 为什么不是3 特别注意 这个E 在一般的那个就是我们程式里面 E的话是True 0的话是False 当然你也可以打True 对不对 只是说True跟E打E哪一个快 当然打E比较快 因为我E的话就True 以后True就是E OK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人家写成这个什么都不打True 都打E 因为E比较好打 E就True就有了 False就0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0或E的话 你就不要问为什么 就是0就是False E就是True OK 为什么是Why E帽号呢 E的话是True 放一个True在这里干嘛 那放True的话 如果True的话 意思就是一定会进入回圈 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边宣告一个无穷回圈 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给我进到里面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进去就对了 因为我把什么 把回圈跟逻辑判断拆开来 为什么 因为这样比较好写 我就不用管 哪边还要逻辑 哪边还要回圈 反正坏我的作用就是 你就一直反复做就对了 底下的话就专注在什么 专注在逻辑 所以逻辑底下你会发现 这边就是逻辑 如果它比较小 那就低 如果比较大 那就高 那反之剩下来的 就是不是高 不是低 那剩下来就是答对了 不过答对的话 底下会多一个Keyword 就是什么 Break OK Break 就是意思说俏理 那也就是说通常我的习惯 反正程式刚开始懒得写 我就直接打一个File E-mail 然后先想哪边Break 再来去想逻辑 这样好像 变成说我的公式 以后反正想到什么 就这样写就好了 上面那种写法是比较 程式比较短一点点 可是可能要花的 脑力比较多一点点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体会 有的时候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所以这两种都提供了各位参考 这种写法的好处就是 以后可以类似像套公式 就是如果你类似以后 要写类似的东西 你就把它套进来 然后外面先画好E-mail 找一个Break 然后再去逻辑 程式就写完了 OK 所以两种方法 都给各位先尝试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